香港也算是複屬的社會 玩Hifi的人就覺得 玩法宵的東西很貴 貴到後面這些那麼漂亮 便宜到幾千元都可以 其實分別是不是很大 是不是越漂亮 就要來專家試試玩 我們就不會玩 這個當然不是 便宜和貴 其實便宜有便宜玩 他有貴玩 便宜的可能始終一個興趣 你都要入門 都需要一定的器材在手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剛開始玩 你都未了解清楚自己 對這件事的興趣有多大 我覺得可以有些便宜的玩 例如後面這些 那麼有質素 整個人高的喇叭 我覺得可能一路慢慢玩的時候 你的心態會一路會偏 因為人會向好的追求 到最後可能就會 這些才覺得是正路 當然了 如果你家裡有這麼大的騷工 當然要買這些才行 要先買樓 但我真的幫很多男士 想問你的問題 很多男士當玩Hifi 你很怕老婆罵 女朋友還錢 你有這個情況嗎 我也有 也有一點 不過幸好有一個道理 其實我覺得挺好 我說了很多年 男人都沒甚麼玩 要不你就外出玩 要不就在家裡玩 要不就在家裡玩 你跟太太說 你寧願我外出玩還是家裡玩 如果家裡有多東西玩 我收工便回家 如果家裡沒甚麼玩 就外出 這件事 我久而久之 太太聽聽聽 已經潛意密化地成功了 還有 這件很漂亮的家事 沒錯 現在的喇叭 已經可以配合家裡 顏色 因為已經可以 讓你製造一個顏色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是 這件事 是